教育方面来看到 108年大学只考放榜 今年一共有4万2千多人申请志愿登记 但是在招生名额少的情况之下 今年的录取率只有81.29% 创下15年来新低 估计有将近8000人落榜 没有学校可念 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解释 因为今年学测申请入学名额增加 以及特色招生名额也增加 还有非应届考生 这次也比去年多出了1700多人 生多粥少才会导致指考录取率降低 大学只考放榜8点一到 考生上网查榜 想进一步查询未录取原因 却发现系统当机 不用备份的马上紧急掉一台 所以大概是delay了 听说是12分钟 很多人着急查未录取原因 因为今年只考落榜人数暴增 创下民国93年以来最低录取率 以近5年数据来看 104年到106年 录取率都高于95% 去年下降到90.88% 今年再度下滑到81.29% 估计有近8000人没学校可念 最主要原因就是个人申请 这个回流减少 现在各校的被取的策略 都来增加被取生 今年只考非应届考生 也比去年增加了1700多人 生多粥少也是落榜人数增加的原因之一 再来看看今年热门消息 社会组最多人选田的公立学校 前三名台北大学气管系 中心财经中央财经自然组前三名 中央资工中央电机以及成功资工 跟去年排名差不多 至于私立社会组排行 去年第三名的东吴气管 今年窜到第一名 再来淡江财经也从第四名上升到第二名 去年第一名的淡江国贸反而下降到第三名 资下自然组前三名也洗牌 今年第一名到第三名 依序是淡江资工中原资工和中原电机 前三大还是在资工跟电机 在这边这边绕 大学考招制度变革 由于学策申请入学名额增加 导致只考招生人数逐年下降 这也让指考录取率创新低 未来考试应对大学考试也得改变策略 借这三张志涵的报道